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Ethernet里面最核心的技术 我们就所谓的Ethernet的Mac Protocol 就所谓的CSMA CD 好,那我们在介绍这个Mac Pro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特别再整理一下 我们回顾一下说 我们刚刚有介绍过说 在这个Ethernet的这个Cable的这种网络的架构之下 我们说所送的风包都会广播到网络上面 整个网络都会收到这个广播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们说 任何一个Station只要把风包送上来 我们看 然后它就会往两边一次送 送到最后面给这个termination把它吃掉 那同时这个风包的内容 当然就会进到每一个Station 像我们这边就会收进去 就会收进去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风包的传输 事实上它会在这个Cable上面广播到任何一个地方 那即使有Repeater Repeater也是把它等于说讯号 把它恢复到原来漂亮的讯号 然后再重新再送一次 那有Repeater也是一样 让这个网络等于说距离可以拉得更长 可是还是一样 Repeater本身是讯号进来 它就Repeater出去 等于说它只是把讯号做还原 然后放大出去 所以本身它并没有处理风包的内容 它只是处理风包的那个讯号 所谓的这个Physical Layer的讯号 好 那在这种网络的结构之下 就是每一个风包只要丢到这个Cable上面 它就一定会广播 送到任何一个角落 包含每一个网卡都会收到 那到了最终端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有这个Terminator 就是网段的最右边 我们会有Terminator 那这个Terminator就会把这个 所谓的讯号就把它吸收掉 不要让它再反弹回去 造成这个讯号的干扰 好 那在介绍这个CSMA CD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个 什么叫做CSMA 就所谓的Carrier Sense Multiple Assess 从这个Multiple Assess 我们就知道说是有很多台电脑 就Multiple 它们都要来存取这个Cable 就所谓的广播的媒介 那Carrier Sense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载波 这个Carrier所谓的载波 就是说我这个Cable上面 是不是有人正在送 如果有人正在送 因为我们会有电压的 这个高低的变化 如果我有电压高低的变化 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有Carrier 我可以Sense到说 有没有人正在送这个风包 如果有人正在送 你如果再把它送出去 那就是Collegin 所以我们的记事就是说 我们去送之前 要先去听听看 所谓这个Cable上面 有没有人正在送 这个叫所谓的Carrier Sense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送之前 先记Sense 有没有Carrier 在上面跑 就Carrier Sense 那你Sense的结果 当然就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好 是Idle 就是说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 这个Cable上面 没有讯号 就代表说 现在可能没有人在送 或者呢 有人送这个风包 可这个讯号呢 因为它要传过来也要一点时间嘛 可能也还没有传到 我这个门口这边来 所以当我发现到这个 这个Channel是Idle的时候呢 我就把整个风包把它送出去 注意到 我是Transmit Entire Frame 把整个风包 风包有多长 我们讲风包最长 1518个Bine 我就把1518个Bine 当然是最长 你可以短一点 就把它送上去的意思 这是我如果发现到 它是Idle 但是我有可能去听听看的时候呢 就发现到 它已经事实上是Beezy啦 代表说 现在已经有人在送了 那如果有人在送 我当然不能送啊 如果你意思把它送上去 你就等于说 把别人正在送的这个讯号 就把它干扰掉 把它打乱掉了吧 那不仅仅是 你的风包不会成功 别人的风包也会失败 就是说我们会去听听看 这个Cable上面 有没有风包正在传送 如果没有 你就可以把它送出去 那如果有 你就不能送 那不能送呢 你就必须等一下 我们叫做所谓的Differ 这个Transmission 就是你的传输呢 就要延后 那延后到什么时候呢 通常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比如说假设呢 这个是 有人正在送这个风包 只要这个时间走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进来 你想要送 那你发现说 这个风包已经有人在送 你就继续听嘛 因为我们可以听 可以听 就等于说把这个 让它这个风包呢 像这个地方 假如它送完了 那你就在送完之后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 把风包送上去了 就是说你进来听 这个Cable的时候呢 就是如果是Idle 你就送 如果是Beezy 你就不能送 你可以继续听 听到它那个讯号消失了 代表说它已经送完了 那结束了 它的风包已经过去了 你就可以送 这是所谓的CSMA 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这个Protocol呢 非常简单 就是你在送之前 先听听看 如果是Idle 你就送 如果是Beezy 你就不送 那这样的Protocol 非常简单 可是即使这样的简单呢 它也有可能发生 所谓的Collision 我们用这个图来看 就是说这个图 假设我们有ABCD 假设有ABCD四个工作站 连在这个Cable上面 我们就是A在最左边 B跟C在中间 D在最右边 好我们说 注意到在这个T0的时候 我们假设这个B呢 它开始送 那它送的风包 我们这个注意到 这个图呢 是一个所谓的2Dimension 往下延伸 就是它的时间轴 那我们说 当V送出来的时候 它会往两边跑 那这个就是它往左边 传输 那这个就是它往右边 传输 就是说 B把风包丢出来的时候 就是黄色的 它就会往两边去 两边 我们这个纵轴是它的时间 所以等于说 B送 传给这个A 是这样慢慢过去 然后传到右边去 是这样慢慢过去 那它要花时间 这个时间跟它的距离 是正比 就是说距离夜远 这个时间就夜久 所以我们这个 在这个图上面呢 是有两个向下斜线 这个斜线代表说 因为它的时间 这是经过的时间 好那我们特别注意到 在T1的时候 在这个T1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个时候呢 D呢 它刚好它要想送 可是我们注意到 在T1的这个时间点 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点 把它画过来的话 代表说 在这个T1的时间点 那个B 它刚刚送的风包呢 才到达这个B跟C之间 就这个时间距离在这里 等于说在T1的时间的时候呢 B的风包现在才到了 到了这里 到了B跟C这个时间 这个时候D 因为D在最右边这里 它还没有看到 也还没有看到这个B的讯号 所以它就认为这个是IDOL 所以D就把它送出去 好那D就把风包丢出去 一样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这是一个广播的媒体 所以D丢出去的讯号呢 它也是往左边 往右边 等于说它是往两边 就往边跑出去嘛 好那我们注意一下 在这两个风包在什么时候会交汇呢 就会碰在一起 就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在这边看 就是有那个黄色跟红色的格子的 就是这两个风包 冲撞在一起的时间 等于说B的风包 一开始是从 等于说从这边送过来 然后D的风包呢 从这个 这边送过来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 那这个时间点 这两个风包就撞在一起了 这就是collision 好那collision之后 一样 因为这个 等于说一个从左边来 一个从右边来 这两个讯号一叠在一起 这个讯号就已经是乱掉了 就是已经 比如说它会加成的这个效果 或者互相抵消的效果 本来高电位 变成更高的电位 本来低电位 就更低的电位 那这个是你 没有办法判断 它到底是1还是0 就这个讯号你已经无法判断了 所以这个讯号 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错乱的讯号 好 那问题是说 这个错乱的讯号 会往哪里去 我们说这个风包是这样子 一个从左边 一个从右边 当它叠在一起的时候 就乱了 这个乱也是会 继续往它的两方向走 一样继续往两方向走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中间这么大的区块 像这一块 这一块呢 这个东东都是 通通都是collegion 这个风包都没有用 可是我们这个CSMA 我们刚提到 我如果发现IDLE 我就会把整个风包丢出去 我们刚提到 我是丢这个 我是丢整个风包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 我们虽然对B来讲的话 你注意到 对B来讲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第一个 B在这个时间点 把风包丢出去 然后它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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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时间点 它发现 发生collegion了 就是说对B来讲的话 它在T0把风包丢出去了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它发现 怎么这个讯号已经变掉了 因为其实是跟D的风包 两个已经撞在一起 而且在 等于说在B跟D之间 撞击在这个地方 撞击之后还会再回来 撞击的也会再回来 因为这个回来 是因为D把它送出来了 所以对B来讲的话 它在T0把风包丢出去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它发现撞击了 它现在才发现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CSMA 这个Proticle是 要把整个风包送完 所以它还是把整个风包送到这里 这个地方风包送结束 对一样 对D来讲 D来讲 它把T1的时候 把风包丢出去 可是它在这个时间点 发现这个冲撞了 就是它们的时间点 发现的不一样 因为跟它们的距离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都是说 一开始呢 它发现这个Channel是IDO 所以它就把风包丢出去 丢出去的时候 它继续听 那个上面的讯号 结果过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这个讯号已经都乱掉了 代表说它的风包 已经跟别人的发生了冲撞 但是这个冲撞 它也没有做任何反应 就继续冲撞吧 因为我们在CSMA里面 等于说 虽然有发生这个Collagen 可是我们并没有把这个Collagen Detection的机制引进 只负责传送 但它其实已经发生Collagen了 但是我们没有去做这个侦测 所以还是最后把风包整个送完 但这个风包送完是没有用的 也就是说CSMA的这个机制 它是只要发现这个Cable是IDO 你就送出去 结果就像这样子 你必须把整个风包送完 但是这个风包如果发生Collagen 整个风包就全部没有用 既然是已经发生Collagen 风包都没有用了 你还是把它送完 那就是浪费 因为你还是把它送完 所以这个整个就浪费掉了 所以最后我们就说引进 叫做Collagen Detection的机制 就是说 好 我一样跟前面一样 就是说我一开始看看 这个风包本身 这个Channel 这个Cable有没有人在送 那如果没有人在送 我就送 但是我在送风包的同时 注意到 送风包的同时 我会做所谓的Collagen Detection 我会侦测 有没有发生冲撞 那如果被我发现 有发生冲撞 代表说你这个风包已经没有用了 我就立刻做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就把这个传输的动作 立刻把它停止 我们前面 CSMA是因为它没有引进Collagen Detection 所以事实上风包已经冲撞了 可是你还是不知道 所以你还是把整个风包送完 那就浪费掉 那CSMA CD 就是说我还加上Collagen Detection的机制 所以我知道 因为我有加上这个侦测机制 所以我知道这个风包 有没有发生Collagen 那如果发生了Collagen 我就把这个风包的传输 这个动作就把它停掉 然后因为你后面不用送的 送的也是多余的 那这个做法就是像我们下面这样来看一下 好刚刚提到 一样对于这个B来讲的话 它在T0把风包丢出去 然后这个D它在T1把风包丢出去 这个风包丢出去都是对的 可是这个风包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讲这个地方发生了Collagen 就撞在一起了 那撞在一起之后 它就往两边跑 一样往两边跑 所以我们讲B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地方它侦测到Collagen 因为一开始B丢出去的时候 这个风包是很好的 所以它就一直看一直看 这边都是黄色的 就代表说都是它自己的风包 而且没有冲撞 所以这个讯号非常的干净 好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它就发现这个Collagen 因为讯号已经变掉了 所以它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停掉 我们讲这个Collagen Detection 而且About Transmission 等于说它就把这个停掉 一样对D来讲的话 它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发生 发现了Collagen 所以它也把它停掉 所以停掉之后 后面就不再送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图跟前面那张图 发现不一样 就是说前面这张图 会有比较大的区块 这个等于说 这个Collagen的区块 是比较大的 我们讲这一块 这一块都是Collagen 那我们看 接下来这个图 我们就发现到 它这个Collagen的时间 相对的就少了很多 只有这一块而已 就是因为它引进了 所谓的Collagen Detection 就是说只要我侦测到 这个风包已经Collagen了 那这个风包已经没有用了 我就停止传送 停止传送 然后让这个风包就停掉 就不送了 等这个 等于说在上面的杂讯 或者残留的这个讯号 就让它走过去 那你这个风包还是失败了 虽然你已经说 因为引进的Collagen Detection 可以让我们比较节省 比较不会浪费频宽 但是这个风包还是失败了 那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那我怎么再次的 再把这个风包 送到这个网络上面去